继续来看到小犬台风夹带着风雨 狂炸花东地区造成了花莲封冰箱 沿岸掀起了超过10米高的巨浪 十梯港又海水倒灌 水位持续上升 而在台东的泰玛里乡 海水湍急汹涌 市区的海滨公园振振浪花 扑向陆地相当惊险 天色灰岸与振振狂炸 花莲封冰箱沿岸浪潮汹涌 海浪不断拍打消波堤 游浪持续增强 掀起的巨浪甚至越过削波块 达到10米以上的浪高 现在可以看到呢 其实沿海地区呢 现在都已经这个掀起了这个长风 而且呢这个雨呢 是下得非常的大 记者的眼睛呢 其实现在呢都被雨的拍打到呢 是张不开的状况 小犬台风来势汹汹 记者到现场也都站不稳 风雨真的强 也造成实体港海水倒灌 水位持续上升 扶拍码头剧烈摇晃 风雨同样惊险的来到台东 泰马里乡 海水湍急伴随猛烈风势 拍打消波快 激起波波浪花 来到台东市区 现场乌云密布 雨下不停 阵阵长浪直奔陆地 绿的蓝雨风雨也不容小觑 许多船只随着风浪 大幅度晃动 也有不少游客受困岛上无法返台 而强大风雨不只造成花蓮玉里陆树倒塌 县府赶紧派员处理 位在绿岛东南角 帆船鼻坚守岗位的镜头军 也在中午不敌小犬肆虐 率先阵亡断线 让东管处幽默表示镜头军下岗放台风架了 成为台风天 另类焦点 至于蓝雨风雨持续增强 电线大力摆动 房屋铁门晃动 甚至有洞房屋整洞都在摇晃 向着在地居民拍下影片引发关注 记者花蓮台东综合报道